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陶南市发改局局长张文菊等许多党政官员也拜魏刚为师傅 并为其犯罪活动保驾护航 形成了黑红两道互相支持共同发展的局面 据报道 以魏刚为首的犯罪组织长期以来 欺男霸女势力遍及半个中国 不仅实际控制了陶南市 德安禅寺 辽元市 静安寺还控制了 九华山罗汉敦禅寺 陕西省梅县水洛寺 静陵寺 多年肆意侵吞其控制的多个寺庙的香火收入和捐赠善款中保私囊 魏刚还以双修为名 右肩14名女性 其中三人案发时未成年 但却得到了中共官员的保护与崇拜 但善恶到头终有报 魏刚 蔡景臣一伙 最终终于受到了严惩 中国经济下滑惊人 政府采取各种办法抢钱 禁止一则北京市的罚款新闻 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吐槽 北京晚南温馨包子铺为了多挣钱 今年4月23日至7月27日期间 在美团外卖平台销售豆腐脑1169单 盈利7014元 结果被北京市场监管部门发现后 认定包子铺卖豆腐脑属于超范围经营 决定罚款15000元 没收违法所得7014元并公布于众 有网友说 照这样下去 粥铺不能卖包子 炸油条的不能卖小米粥豆浆 加油站不能卖食品饮料 高速公路只能跑车 不能在服务区买任何东西 高铁上不能售卖 冰糕 可乐 矿泉水 还有人痛吃 一上来就罚磨2万多 这分明要把包子铺整死的节奏 老百姓的日子怎么过 有分析说 这件事虽然表面上看去是执法过严的问题 但本质上反映的其实是官府的财政危机 以及背后的经济凋敝 近年来中国经济急剧下滑 地方政府普遍缺钱 怎么办呢 权力部门纷纷在罚款上动脑筋 巧立明目 割老百姓的韭菜 导致罚款经济大行其道 前段时间江西南昌一位养殖户收运厨房垃圾 用于喂养家禽 被当地城管发现后罚款3000元 理由是这位养殖户没办证 如今连首都北京市都开出类似的罚单 说明北京的经济也凉了 不然何至于如此巧立明目的抢钱 经济凋敝的不仅是首都北京 作为中国经济中心的上海也急速坠落 根据中国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的数据 今年前三季度上海创造的全部税收收入 也就是包含国税和地税在内的 全口径税收收入为14,972亿 同比去年同期的14,559亿 增幅仅仅只有2.84% 远远落后于全国的平均增幅 近年以来上海经济的衰弱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由高丽国际发布的今年第三季度 上海写字楼市场报告里披露 上海写字楼空置率已经上升到了19% 并预计全年的空置率将会上升到21.6% 较年初上升4个百分点 同时预计全年写字楼平均租金将会下降4.4个百分点 台经人士老瞒说 上海有超过两成的写字楼空置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四线城市一样 在这种史无前例的现象背后 曾经在上海一租就是半栋楼的境外金融机构 正在集体收缩 乃至直接关停中国去的业务 这里可以数一下近两年关闭了上海办事处的境外金融机构 荷兰银行 花旗四人银行业务部 挪威主权财富基金 摩根士丹利 加拿大基金 贝莱德 穆迪 先锋领航等等 对于这种现象 上海市府已经没有任何应对办法 金融如此衰败 写字楼空置率 猛烈上升 上海经济当然是一滩死水 再看商场的人气 根据上海市统计局的数据 今年前三季度上海批发及零售行业利润同比下降10% 但是为了补足税收缺口以及补缴增值税 上海的商家依然艰难地多交了9.1%的税 这种釜底抽签的情况 对上海的商家们来说就是不可承受之重 所以 今年以来 熬过了前面三年 新冠风控的商家居然就集体熬不下去了 1月底 南京路的上海这地广场关门大吉 8月份徐汇区的太平洋百货也彻底关门 北京和上海一个是中国的首都 一个是中国的经济中心 堪称中国经济两大重要的风向标 这两大城市的经济都凉了 中国经济目前的惨状可想而知 更糟糕的 还不是目前这种惨状 而是这种惨状还在恶化 而且当局已经前驴即穷 根本拿不出经济止跌的有效药方 就像老蛮说的 上海乃至整个中国 只能一步步朝深渊的最底部坠落下去 对此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无非静待结果罢了 向来敢于批判中共经济政策的 中国社科院学者余永定表示 政府需尽快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 以刺激当前因经济放缓所导致的内需不振 否则停滞性通膨的风险迫在眉睫 据香港南华早报与财经网站FX168报道 余永定近期在上海财经大学主办的论坛 分析当前中国经济情势 并担忧中国低通膨率 抑制投资或消费的现象日益加剧 他说中国GDP在大部分时间呈下降趋势 通货膨胀率极低 这反映了需求不足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政策呢 很简单 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余永定呼吁 务必要避免停滞性通膨 也就是经济增长停滞 但物价走扬 他说实际上我们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空间非常大 中国无需坚持常规的财政约束 也就是把预算赤字限制在GDP的3% 以及主权债务占GDP的60% 这是30年前通过规范欧盟运作的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所明定的规范 已约束会员国的财政纪律 余永定指出 所有已开发国家都已放弃这两个标准 我们现在依然有机会 如果我们不把握时机 而是浪费时间 一旦发生这种变化 中国经济可能会陷入停滞性通膨 现在还不算太迟 中国10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减0.2% 9月持平 但官方仍一再否认 中国已陷入通货紧缩 他期盼中共政府反思减少产能过剩的政策 这是中国在08和09年全球金融风暴之际 大手笔斥资人民币四招 以刺激产业之举 余永定虽然没有具体指出 北京当局应该改变哪些政策 但他强调 必须尽力设法鼓励民众消费 因为我们面临的真正问题是需求疲弱 他还警告 不要匆忙定义中国经济正朝向L型成长 因为我们甚至还没有看到 这条水平增长线的开始 余永定指出 如果我们认为经济可以继续像现在这样流动 而不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阻止这种趋势 可能会还继续下降 据德国商报引述 柏林·莫卡托中国中心一项最新研究 近些年来 中共黑客在欧洲的攻击不但大幅度增加 而且明显更加专业化 德国商报引述 提现获得的一份Mavrix研究报告称 中共正在大规模扩大网络攻击的能力 自去年以来 中共在武汉成立了占40平方公里的国家网络安全基地 在那里培训黑客 研究的作者赫马迪向商报表示 中共在欧洲的黑客攻击经常是长期的 其目标是尽可能长时间留在系统内 截取数据 准备发起破坏行动 德国内政部长费泽尔也向商报表示 我们十分严肃地对待网络安全面临的日益增加的很大威胁 这也包括来自中国的威胁 德国信息产业电信和新媒体协会去年发布的一份报告称 二二年遭受黑客攻击的企业中 43%至少识别出有一次来自中国的攻击 而一年的这一比例还为30% Marcus最新研究的作者赫马迪表示 对企业而言 发现来自中国的黑客攻击越来越困难 即便是庞大网络安全部门的企业 也难以发现攻击 因为黑客一旦进入系统 就越来越经常的紧接取很少量的数据 他表示 这些数据外流经常根本未被识别为网络攻击 有时持续数年 赫马迪向商报表示 中共黑客的这一行为方式与俄罗斯有国家控制网络攻击不同 后者往往实施 尽可能具有很强象征意义的短期破坏行动造成扰乱 商报引述布莱梅应用技术大学IT安全法教授 齐普克说 由于中共的网络攻击首先是为了截取信息 因此一定要采取多重身份验证 数据加密以及定期安全审核等措施 德国内政部长费子尔也向该报表示 未来将出台针对政府机构和企业更严格的规定 提高德国抵御网络威胁的能力 好了以上是本期《万维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留言点赞 那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